我跟孙眼从穿开单裤一路逗到他做皇帝 直到我全族获罪那天 我求到他面前 狗皇帝指着面前的葡萄 吃一颗 赦免一人 我差点没笑出声 心想这丝终于干人事了 我拿起葡萄正要开炫 却被孙眼拦下 他笑得阴险 朕可没说让你吃 我顺着他的目光向下 一个没忍住 捏碎了手中的葡萄 汁水喷了他一脸 孙眼抹了把脸上的葡萄汁 似笑非笑 皇后似乎也不是那么诚心实意地想救你的族人 这丝实在阴险 竟想出了如此卑鄙的手段 想要羞辱我 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我宋家三十六条人命 捏在狗皇帝的手上 哪怕是为了这三十六条人命 所以 今日我不成功 便成人 嘴巴比脑子反应快 我说 地下可知 葡萄用这张嘴也有好几种吃法 孙眼饶有兴致地瞧着我 似乎正在等着我下一步的行动 我一咬牙 摘了一粒葡萄含进嘴里 俯身上前 一把捉住孙眼的钱筋 将葡萄汁镀进他的嘴里 我眨眨眼 这种吃法 陛下可曾试过 孙眼眸色一沉 一把将我抱起 置于他的腿上 低头便撕咬了上来 男人灼热的体温隔着衣料将我包裹 我的脑袋都被烧得昏昏沉沉 忽想到刚才孙眼的话 我的右手顺着他的胸前慢慢往下 孙眼捉住了我作乱的手 眼神发暗 谁教的 我仰着头 眼神懵懂 什么 孙眼轻叹一声 再次含了我的唇 语气无奈 必是那些话本资 朕今夜就吩咐人烧了 敢烧我的话本资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推开孙眼 不 孙眼 不准拒绝阵 我被孙眼一路抱进了昆宁宫 自登基以来 孙眼曾数次踏入我昆宁宫的大门 今夜却是第一次睡上了昆宁宫的床 我原以为这个小时候就长得比我还漂亮的太子 只是个花架子 却没想到他可是也得很呢 一觉结束 孙眼命工人端进来一盘葡萄 皇后 这要尝尝另外一张嘴的滋味 我 所以 我是被白嫖了 苟皇帝这是要提上裤子不认账啊 我强忍着将他踹下床的冲动 咬着牙笑的阴森 孙眼 你别得寸进尺 孙眼却只盯着我 表情风轻云淡 那双漂亮的毛子里却勾着坏 明白了 从一开始 苟皇帝就没打算给我为族人求情的机会 他这是故意羞辱我呢 是可忍熟不可忍 我夺过孙眼手中的葡萄 一把 按在他的脸上 汁水忽了他一脸 吃吃吃 小心噎死你 孙眼捉住我的手 垂眸瞧着我 美眸如沉玉一般 寂静又情深 我被他这副变态的模样 吓到 他以前虽然与我不对付 但哪怕我们双双被五花大绑着成了亲拜了堂 我成了他的太子妃 然后又做了他的皇后 他对我也只是嬉笑怒骂 从来不曾像现在这般 像是在赏完自己的猎物 我心下一惊 正要抽出自己的手 孙眼却突然低下头 伸出舌头舔去了我手心中的葡萄汁 直到将我手心的葡萄汁舔得一干二净 他才拿起一旁我的肚兜 慢条丝里地将他的脸擦干净 好变态 我没忍住一脚将他踹下了床 何方妖孽 还不速速从孙眼的身上下来 孙眼伸手握住我的脚踝 修长的手指在我颖白的肌肤上轻轻地抹萨了几下 突然一个用力 猛地也将我拽下了床 我一个没控制好 直接匍匐在他的身上 孙眼任由我压着他 温柔地剥开我额前的碎发 在我耳旁轻声道 我早就想这么对你了 下一秒 他将我推开 起身胆了胆身上原本就不存在的灰尘 淡淡道 皇后失德 即刻打入冷宫 我 狗皇帝 算你狠 我带着心腹女官方蕊 骂骂咧咧地住进了冷宫 方蕊搬来一把干净的椅子扶我坐下 又倒了一杯热茶递给我 皇后娘娘 您喝口茶歇歇再骂 我喝了一口茶 继续道 那狗皇帝早就想着要将我打入冷宫了 如今他的皇位倒是坐稳了 却忘了当年我爹是如何扶持他的了 狡兔死 走狗砰 我就看着他会不会遭报应 方蕊吓得连忙捂住我的嘴 我的皇后娘娘 这都什么时候了 咱可不能再口无遮拦了 摄政王跟夫人还在牢里等着您搭救呢 您可千万不能 他叹了口气 小声道 霍从口出啊 皇后娘娘 我何尝不知道霍从口出 可我父亲身为摄政王 被巫勾结匈奴 谁又知道这所谓的勾结匈奴 会不会也是孙衍故意设计我爹的 为的就是置我爹于死地 我跟方蕊住在冷宫的第三日 夜里有人翻墙而入 惊呼声还卡在嗓子眼 我看清了她的脸 不是别人 正是我爹的义子宋琪 那是月光稀薄 她立在床前 静默片刻 屈膝跪了下来 是其无能 才让皇后娘娘受此屈辱 我披上衣服坐起身 亲手扶她起来 此事与兄长无关 如今我宋家只剩兄长一人 怎可以身犯险来这里 宋琪一手捉住我的手腕 声音恳切 谦谦 跟我走吧 我手上拿着一幅写给刻图刻寒的亲笔信 只要有这封信在 我便可带着谦谦你远走匈奴 不必再在这狗皇帝手下受这份鸟气 我大惊 你有爹爹写给匈奴人的亲笔信 宋琪缓缓地点了点头 是 我怒道 胡说 爹爹绝不可能与匈奴勾结 宋琪神色纠结 沉默片刻 才道 谦谦 权力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兄长比谁都想你永远无忧无虑地生活 说着 他从怀中取出一封信 递给我 谦谦 这就是义父写给刻图刻寒的亲笔信 暂且放在你这里保存 明日此时我会再来 你告诉我答案 我接过信 问 你真的能带我离开皇宫 宋琪郑重地点了点头 宋琪走后 我点了油灯 展开信件低头阅读 就在这时 身后一道巨大的身影将我笼罩 孙衍寒凉的声音在我耳旁响起 乐仗给刻图刻寒的亲笔信 不如也让朕看看 我一惊 本能地将信藏到身后 孙衍脸上戴着懒散的笑 修长的手指划过我的脸庞 慢慢向下 顺着我的胳膊往下滑 眼看就要抢走我手中的信件 我心肩一动 想到前两日她在昆宁宫大床上忘情的模样 仰起下巴吻在了她的唇上 孙衍的身体瞬间紧绷 她笑着收回手 转而捏着我的下巴 眼神晦暗不明 却又带着几分心疼 我的芊芊 竟也学会用美人剂了 她俯身过来 张嘴含住了我的耳垂 牙齿在耳垂上轻轻磨了两下 声音诱惑 可是朕好想中计怎么办 我被她折腾了半夜 第二天 我睡到日上三杆 刚起身 就看到被我揉成一团的信件 被随意地丢在床头 还是原本被我揉搓的模样 孙衍压根没看 我想起昨天晚上入睡之前 孙衍对我说的那句话 她说 朕什么时候说过摄政王勾结匈奴 当时我又困又累 实在没来得及细想 如今细想起来 此话深有含义 既然我爹爹从来没有勾结过匈奴 那送其送来的那封 我爹爹亲手写给匈奴克罕的亲笔信 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垂下眸子 心中隐隐已经有了猜测 这时候 房门被人推开 方蕊火急火燎地跑进来 布好了娘娘 贵妃杀进冷宫来了 我将信件斩平放到此枕下压好 疑惑地问 宫里什么时候还多了位贵妃 从孙衍做太子起 她的后院就只有我一人 我这才在冷宫住了两日 后宫就多出来了一名贵妃 方蕊将我从床上拉起 手脚麻利地开始给我穿衣服 昨日陛下新册礼的 陈丞相的女儿 陈宛如 明白了 昨日苟皇帝新册封了陈宛如为贵妃 夜里却来我这里将我折腾到半死 陈宛如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我了然地点点头 对方蕊说 前面的剧情是我陪孙衍从阴郁皇子到一代帝王 这部分剧情已经走完了 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她曾承诺与我一生一世 却封了别的女人做贵妃 任由绿茶贵妃虐待我这个善良软弱又可欺的女主了 方蕊满脸震惊地看着我 娘娘 这就是您对自己的定位吗 可不敢这么美化自己啊 您什么时候软弱又可欺了 我挥挥手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你且等着 一会儿陈贵妃过来后 狗皇帝一准会跟过来 话本资里不都是这么写的吗 外面陈宛如阴阳怪气的声音已经传了进来 姐姐 妹妹来看你了 泽泽你这冷宫 当真是不如我那锦绣宫呢 今日晚间陛下去我那里的时候 妹妹一定会帮姐姐美言几句 我提起裙摆就往外走 方蕊一把拉住我 小声叮嘱 娘娘 动嘴可以 可千万别动手啊 真要动了手 咱游离也变成没礼了 如今摄政王还在大牢 陈丞相在朝堂之上可是如日中天呀 我给了她一个安心的眼神 提着裙摆就跨过了门槛 怎么才几个月不见 这陈宛如看起来比以前更欠揍了呢 以前只觉得她小家子气 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如今看她穿一身锦衣华服 金银珠宝 玛瑙手势能堆得全往头上堆的样子 要多狐假虎威 有多狐假虎威 她仰着头用鼻孔瞧我 姐姐莫怪妹妹来晚了 实在是昨日陛下在妹妹的宫内宠姓妹妹直到后半夜 累到妹妹了 听她这么说 我满脸狐疑地看向芳蕊 如果昨天晚上在锦绣宫宠姓陈贵妃的人是孙衍 那在冷宫折腾我的人又是谁 最后芳蕊得出结论 指着陈贵妃说 她在撒谎 陈婉如脸色一变 立声道 大胆见弊 竟敢污蔑本宫 来人给本宫打 我上前一步 冷声道 谁敢 陈婉如谋中闪过一抹阴狠 冷笑道 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 本宫喊你一声姐姐 你就真当自己还是正宫皇后呢? 过不了几日 你这皇后之位就是本宫的了 到时候 本宫必将你碎尸万段 你就可以去殷曹地府跟你宋家三十六条人命见面了 我忍了又忍 最后实在是没忍住 一巴掌打在陈婉如的脸上 啪的一声 陈婉如被我打得一个踉枪 打都打了 自然是要使出浑身的力气 我甩了甩发麻的手 本宫不死 你永远都是妾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道尖锐的弓压嗓 皇上驾到 陈婉如眼睛低溜一转 直接跪倒在我的脚下 哭诉道 都是妹妹的不适 姐姐想怎么惩罚妹妹都可以 妹妹只是心疼陛下 在姐姐与摄政王之间难做 妹妹错了 妹妹以后再也不敢了 孙衍信不走过来 眉眼清冷地扫了一眼 跪在我脚边的陈婉如 陈婉如抬头戚戚爱爱地望着孙衍 声音娇弱 陈下 不怪姐姐 都是臣妾 她的话还没说完 孙衍已经捉起了我的手 用她的两只大手轻轻地揉搓 满脸心疼地问我 疼吗 不是跟你说过吗 能动嘴就不要动手 你若想动手 有的是人为你代劳 何必让自己受苦 陈婉如贪坐在地上 满脸不可置信看着孙衍 陛下 孙衍盯着她 语气冰冷地问 是你逼着皇后动手的 陈婉如整个人都惊住了 随即泪如雨下 她哭得好不伤心 陛下 明明是皇后先打的臣妾呀 孙衍反问 你尚赶着着奏 惹怒皇后 你还有理了 陈婉如仰着头 泪眼婆娑地望着孙衍 都忘记要反驳了 孙衍谋色冷冷道 皇后不辞心劳管教你 你不但不知感恩 竟然还敢污蔑皇后 李友福 将陈贵妃掌嘴二时送回锦绣宫 吴赵 不可出锦绣宫 陈婉如这次是真哭了 嚎啕大哭 陛下 呜呜呜呜 陛下 您不能这么对臣妾 您不畏臣妾 也该想想臣妾的父亲啊 陛下 孙衍冷笑一声 滚 陈婉如被宫女太监们拖走后 孙衍捉着我的手 轻声道 谦谦不疼 朕给你揉揉 我冷笑 滚 我以为经过此事 陈贵妃会收敛一下 没想到当天晚上 冷宫突然出现了很多蛇 方蕊吓得一边拿着火把杆 一边骂陈婉如 坏了心肠的恶毒女人 居然连这么歹毒的手段都使得出来 娘娘 您去房间待着 别被吓着了 我挽起袖子 一只手捉着方蕊的胳膊 一只手捉着一条蛇拎着 走吧 冷宫是没法住了 咱们去找个没蛇的地方住 方蕊见我捉着蛇 想叫又不敢叫 只能指着我手上的蛇说 娘娘 您您您 您快放下 我笑道 怕什么 这可是好东西 要不是它 当年娘娘我差点被饿死 当年 我跟孙衍被追杀 两只小小的人互相依偎着躲在洞里 就在我们两个人差点饿死的时候 有一条蛇爬了进来 我跟孙衍一起 捉住那条蛇 扒皮烤着吃 那是我跟她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 一直到现在 都还清晰地记得蛇肉的美味 我直接拎着蛇冲进了锦绣宫 掀开陈宛如的被子 将蛇扔了进来 陈宛如发出杀猪般的尖叫声 啊 嘖嘖 这才一条蛇 就吓成这个样子了 那她将几十条蛇扔进冷宫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别人呢 陈宛如尖叫着爬下床 宋千千你这个贱人 你疯了吗 你怎么敢 你怎么敢 我一巴掌打在陈宛如的脸上 我怎么不敢 陈宛如尖叫 你这个罪臣之女 你敢这么对我 我父亲一定不会放过宋家 我会让我父亲将你们宋家每一个人都千刀万剐了 我扬手又是一巴掌 冷笑道 罪臣之女 你还是好好想想自己吧 听说你这个贵妃是以死相逼要你父亲求陛下册封的 你可要小心了 小心被你自己的恋爱脑害死 她不会真的以为孙衍让她进宫 是为了让她在宫里安安稳稳地当个贵妃的吧 苟皇帝可是阴险得很呢 她让陈宛如进宫 很明显是拿她当人质 这时 李友福的公鸭嗓再次响了起来 皇上驾道 听到皇上两个字 陈宛如像是终于捉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匍匐着爬到了孙衍的面前 伸手抱住了孙衍的腿 指着床上还在如动的蛇 惊恐道 必 陛下救我 陛下救我呀 孙衍看了眼床上的蛇 挥手让人处理了 这才垂眸看向跪在她脚下的陈宛如 声音寡淡 哦! 贵妃想让朕如何救你? 陈宛如指着我 她 她竟敢私自出了冷宫 往臣妾的床上扔舌 陛下 您救救臣妾吧 您再不救臣妾 臣妾就要被她给害死了 孙衍勾起唇角 笑得温柔 只是嗓音却冷得吓人 她说 你一口一个她 可知 她为大 你为小 陈宛如一愣 眼泪还挂在脸上 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只仰着头 愣愣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孙衍冷笑一声 继续说 上赶着给男人做小 还妄图让男人为了你 虐待自己的发妻 到底是你的脑子有问题 还是你觉得 朕的脑子有问题 陈宛如如遭雷劈 身体一软 瘫坐在地上 臂 臂下 孙衍 你不会以为朕是瞎的吧 就凭你哭几声 掉几滴眼泪 装一装柔弱 我就会信了你的话 误会甚至虐待自己的妻子 皇后没有把你扔到冷宫的舌 全部都扔回你的踏上 已经是对你格外开恩了 孙衍说着 心情颇好的俯身凑到陈宛如的耳旁 低声道 别再弄出这些幺蛾子来 否则再有下次 朕会亲手将你扔进蛇窝里去 陈宛如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 花花往下躺 睁大的双眼里面充满了恐惧与不敢置信 他大概没想到自己心心念念 甚至不惜以死相逼都要嫁的男人 竟然会对自己如此心狠吧 哎 果然恋爱脑要不得 孙衍这种心肠又冷又硬 还有八百个心眼姿的男人 怎么可能被陈宛如这点小把戏骗到呢 他可从来都不是什么怜香惜玉的人 否则我也不会从穿开裆裤开始 跟他一路斗到现在 见我还处在原地 孙衍走过来 盯着我 谋色忧深 皇后今日受惊 须邮阵亲自安抚 李有福 被软叫 我与孙衍不怀好意的目光对视两秒 拉起芳蕊的手 就往外跑 安抚就不必了 软叫也不必了 那什么 不早了 我先回冷宫睡了 方蕊站在原地不肯动 我瞪他一眼 走啊 再不走 我可就没机会了 方蕊低着头 不敢看我 也不敢看孙衍 孙衍笑得温柔 他轻轻掰开我牵着方蕊的手 柔声道 芊芊果然是受惊了 既然是朕亲自安抚 怎么能回冷宫呢 说完 他俯身将我抱起 大步出了锦绣宫 因为怀抱的姿势 孙衍呼出的热气蹭得我的耳朵发痒 我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孙衍却趁机张嘴咬住了我的耳朵 低声道 芊芊 朕的龙床可比你冷宫里的床大多了 孙衍说得没错 龙床睡起来确实舒服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睡就更好了 所以等孙衍结束 从我身上下去的时候 我一脚将他踹下了龙床 孙衍还没完全从情欲里抽出身 冷不丁又被我踹下龙床 先是一阵迷茫 而后才伸手捉住了我的脚踝 芊芊是有别的特殊爱好 想要震在床下试试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我连忙往回扯自己的脚 脚踝却被孙衍扣得死死的 他笑着说 你总是这么不乖 从来不让我如意 不过还好 很快 我就不需要再继续强忍着了 我醋了醋眉 问道 孙衍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她从地上爬起来 大手顺着我的脚踝往上滑 另外一只手捂住我的嘴 声音柔情似水 虚 陈贵妃说得没错 朕的皇后 如今还是醉臣之女 有些事还不能让你知道 我一把打掉她捂在我嘴上的手 骂道 苟皇帝 孙衍却顺势再次将我扑倒在笼床之上 声音沙哑 爱听 谦谦再多骂几句来听听 靠 这变态 第二天一早我才知道 我被孙衍软禁在了她的宫殿 方蕊苦口婆心地劝我 皇后娘娘虽然是被软禁 但到底比住在冷宫墙呀 再说了 咱还能天天见到皇上呢 我 呵呵 你觉得我很想见到她吗 方蕊吓得赶紧捂住了我的嘴 压低了声音说 皇后娘娘 现在可不是成口舌之快的时候 您有没有想过陛下为何要将您软禁在这里呀 有股不好的预感在我心头慢慢升起 我立刻吩咐方蕊 你偷偷去打听一下 孙衍那狗皇帝是不是想对我爹娘不利 虽然我不太相信孙衍会干出这种事 可当了皇帝的人 谁知道他会不会为了权利而做出什么事情来 方蕊郑重点头 娘娘您放心 我这就去偷偷打听一番 方蕊一走 我就更无聊了 只能拿起殿内的几本书随意翻看 都是些知乎者也的圣贤书 看得我头疼 我将书扔到一旁 一位眼生的宫女端着一盘葡萄走了进来 看到那盘葡萄 我的眼皮子不自觉地跳了几下 我摆摆手 我不想吃葡萄 拿走吧 那宫女却像是没听到一般 走到我面前 放下盘子的同时 低声道 娘娘 盘子底下有您想要的东西 我一愣 那宫女已经转身离开 我偷偷瞄了眼在殿外伺候的宫人 没人注意这边 这才将盘子里的葡萄拿开 底下果然放着一个纸团 用油纸包裹着 我快速展开纸张 上面写了一行小字 明日午时行刑 看着上面的这行字 我整个人瞬间如坠冰枯 这时候 方蕊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我连忙将纸张放进了袖筒中 怎么样 打听到什么了吗 方蕊摇摇头 压低了声音说道 他们定是受了陛下的吩咐 没人敢说一个字 我的心愈加下沉 没人敢说一个字 那就是没一个好字 所以 纸条上说的是真的 我身体一个亮呛 差点没站稳 方蕊扶住我 担忧地问 娘娘 您没事吧 我吻了吻心神 说道 我没事 为了引开方蕊 我又付到她耳旁小声吩咐道 你现在就去一趟冷宫 看看我兄长有没有在那里留下什么东西 方蕊一惊 您是说齐少爷 我淡淡地应了一声 方蕊领着命令走了 我却在殿内坐立难安 也不知道刚才那位送葡萄的小宫女什么时候才能再出现 大概一刻钟后 那位小宫女果然又出现了 她站在我身旁 为我倒了一杯茶 低着头压低了声音说道 明日饮食 宋少爷在长街等您 想见摄政王跟夫人最后一面 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说完 她就低着头匆匆离开了 我瘫坐在软榻上 脑袋里一团乱 我不相信孙衍真的会杀我爹娘 可事实又摆在了眼前 明日 明日我必须出宫一趟 当天夜里 孙衍没有回来 大概是因为明日就要斩杀我宋家三十六条人命 他没脸见我 又或者是连一个求情的机会都不肯给我 我坐在笼床上 一直等到此时后一刻 方蕊强撑着眼皮走过来 娘娘 不早了 陛下想必是有正事要处理 歇在御书房了 您也早点睡吧 我抬起头 起身对他说了句对不起 手起手络 一掌踢在了方蕊的后颈上 快速跟方蕊换了衣服 我将他抱到床上 装成我已经睡着的假象 我穿着方蕊的衣服 在袖中藏了一把短剑 偷偷出了皇宫 长街上 宋奇手持长剑站在夜色中 见到我 他展颜一笑 朝我跑过来 谦谦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的 等他一靠近 我立刻抽出袖中短剑架在他的脖子上 冷声质问道 我一直是你为我的至亲兄长 你为何要这么做 宋奇被我突然地举动吓蒙了 身体僵硬地为自己辩解 谦谦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先把刀放下好不好 刀剑无眼 小心伤到你自己 都到这个时候了 他居然还在框骗我 我与他从小一起长大 二十年的情谊了 要说不伤心难过 那是假的 我说 兄长 这是我最后一次喊你兄长了 今日我既然问出了这个问题 自然是心中有了把握 我再问你一次 你为什么要背叛宋家 背叛我们的父亲 大概是觉得没必要再骗下去 宋奇突然狂笑了起来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笑完 他眼中的恨意也渐渐浮现出来 最后面目争獰道 我们的父亲 那是你的父亲 不是我的 我的父亲 是吴将 当年 吴孙两家共同举起起义 明明说好 将来共主天下 你父亲却在林姿设下埋伏 将我吴君十万将士 埋葬于黄土之下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你们不会以为将我抚养长大 就可以洗清你们身上的罪恶了吧 我心下一惊 不敢置信地看着宋奇 你的亲生父亲 是吴将 宋奇扬了扬下吧 是 所以 你背叛我爹爹 就是为了为你的父亲报仇 是 我问 那你知不知道 吴君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我父亲与先皇 曾多次警告吴将 管好他手下的将领跟士兵 可吴君依旧毫无收敛 不顾百姓疾苦 欺男霸女 奸淫掳掠 这样的君 跟残暴的前朝 又有什么区别 我父亲与先皇 若不为民除害 歼灭吴君 这天下的百姓 便没有一天的好日子过 你居然还有脸在这里 跟我说什么为父报仇 在你说为父报仇之前 先让那些死在你父亲刀下冤魂的后人 一人往你身上插上一刀 替他们的亲人报仇吧 宋琪冷笑一声 成王败寇 还不是你们想说什么 就是什么 我一脚将他踹倒在地 骂道 明顽不灵 看在我与你一起长大二十年的情意上 今日我不杀你 但从今往后 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说完 我转身就走 宋琪却从地上爬起来 抬手擦了把嘴角的血 嗓音阴冷 你以为 你能走得了 就在这时 几道黑衣身影 闪现在我的面前 将我团团包围 宋琪笑着朝我走过来 抬手捏住我的下巴 说道 谦谦 二十年了 我与你朝夕相处 怎么舍得让你离开我 今日我骗你出来 一是让孙衍自乱阵脚 二是为了带你离开长安 我笑了声 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 你怎么知道 你能带得走我 话音刚落 几名暗卫立刻出现在我的身后 一时间 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 宋琪看着将黑衣人围起来的暗卫 痴笑一声 问我 这就是你带来的全部人手了吧 我醋眉 你想说什么 宋琪笑了起来 他说 也是 孙衍那个狗贼这会儿正被逼宫 自身都难保了 哪还有精力来救你 我一脚踹在一旁的黑衣人身上 抢过他手中的大刀 指向宋琪 我宋千千从来就不需要别人来救 想带走我 先问问我手中这把刀同不同意 话音刚落 我举起大刀就朝宋琪劈了过去 我与宋琪的功夫都是我爹亲手教的 几十个招式下来 竟然难分胜负 好在我带来的那几个暗卫给力 没一会儿就将宋琪的那几个黑衣人杀得片甲不留 大概半个时辰后 我跟几个暗卫一起 终于将宋琪制服 我手中的大刀就架在宋琪的脖子上 宋琪的脸上 全是不甘 如今这个形式 他哪还有不明白的 他自嘲地笑了几声 说道 都是与你朝夕相处二十年 一起长大的 你为何信孙衍那狗贼 而不信我 我说 孙衍这人虽然有八百个新眼姿 但他跟我说过 他从不相信我爹爹勾结匈奴 既然我爹爹从来没有勾结过匈奴 那你给我的那封信件又是怎么一回事 挑拨 还是故意坐实 我爹爹勾结匈奴的罪名 宋琪咬牙切齿 孙衍狗贼 果然卑鄙 不过他得意的日子也到头了 最多还有一个时辰 他的狗头就会被挂在皇宫的墙头上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皇宫火光冲天 就像平底一声惊雷 将黎明前的夜幕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 宋琪狂笑了起来 他朝着皇宫的方向大喊 逼宫了 陈丞相果然带着四王爷逼宫了 哈哈哈哈 今夜就是孙衍那狗贼的死期 哈哈哈哈 我一脚踹在他的胸膛上 宋琪被我硬生生踹出一口鲜血 他眼神似颠似狂 坐在地上仰头看着我 谦谦 跟我走吧 如今能救你的 只有我了 孙衍死了 你宋家三十六条人命也没了 除了我 你已经一无所有了 我抬脚又在宋琪的胸口踹了一脚 转身对暗卫吩咐 走 回皇宫 救驾 我走出两步 才发现 所有的暗卫竟然都站在原地不动 我回头 问他们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你们的皇帝陛下还在皇宫里等着我们去救呢 领头的暗卫名叫赵明 他抱拳丹西跪地 恭敬道 殿下 其实我们是奉陛下之命护您离开京城的 我一惊 你说什么 赵明道 今天晚上您能顺利出宫 其实是陛下早就安排好的 陛下知道臣贼跟四王爷定会逼宫 为了护您周全 陛下命令我等护您先行离开 我怒道 孙衍就那么没信心铲除那些乱臣贼子吗 赵明道 陛下只是以防万一 四王爷手握重兵 陛下身旁只有两万禁卫军 北边的军队没有那么快赶来 所以殿下 您听臣一句劝 暂时先离开长安吧 我转身看向皇宫的方向 那里 正在进行着一场恶战 不过没关系 我有办法让这场恶战尽快结束 我对赵明说 不回皇宫可以 但要跟我走 陈明指了指被两名黑衣人压着的宋旗 问道 殿下 他要如何处理 我想了想说 绑了一起戴上 皇宫内的这场恶战 整整持续了两个时辰 虽然四王爷有五万精兵在手 却也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完全碾压孙衍的两万禁卫军 更何况 北方的四万援军很快就要到了 他们必须赶在援军到达之前 速战速决 城墙之上 两军形成对峙局面 不知道是谁弄来一位身材完全相同 连长相都与我有五分相似的女子 被五花大绑堵上嘴巴 作为人质 陈丞相对着身穿战甲 手持长剑站在城墙上的孙衍 得意大喊 都说陛下与皇后娘娘不和 可老臣却知 陛下最看重的便是咱们这位皇后娘娘 今日老臣倒想看看 陛下是选择这江山 还是选择美人 站在城墙上的人 身形剧烈地晃了晃 我爹就站在他身旁 一把将他扶住 陛下 小心有诈 我儿聪慧伶俐 又有您安排的暗卫保护 不可能轻易被俘 那人看着像千千 可距离这么远 万一不是呢 孙衍一口血堵在猴头 他说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朕不能拿千千的性命堵 想到什么 他在我爹耳旁吩咐了几句 不多时 陈宛如也被五花大绑地推上了城墙 孙衍一只手捉着陈宛如 另外一只手上的长剑 就抵在陈宛如的脖子上 陈丞相 你敢动震的皇后一根头发 震便让你的女儿血溅当场 陈丞相狂妄大笑 哈哈哈哈 一个女儿而已 既然她非得上赶着 娶你手上当人质 我能有什么办法 自然是成全她了 陈宛如吓得哇哇大叫 爹 爹 我是你女儿啊 你怎么能不管我的死活呢 陈丞相谋色一沉 声音音质 一个女儿 怎么能跟着千秋大叶相比 你安静地去死 等四王爷登上大位 爹让他给你追封个公主 陈宛如大叫 我不要当公主 我要活着 陈丞相冷笑道 不中用的东西 不配活着 你的女儿不配活着 那她配吗 我站在战车之上 手里的大刀 抵在身旁一位半老徐娘的美貌妇人的搏梗上 身后是刚从北边赶来的四万精兵 看到这位美貌妇人 陈丞相与四王爷都是一惊 他们不约儿童喊了出来 锦柔 母妃 站在城墙上的孙衍 跟我爹也不由得一惊 芊芊 闺女 我没理会孙衍那笨蛋 别人随便找个人冒充我她都信 我的刀刃距离陈太妃的脖梗更近了一嚎 血珠瞬间从她的脖梗冒出来 陈丞相大叫 不准伤她 我朝着城墙上的晨婉如喊 看到了没有 你这个做女儿的 在你爹的心里连一个在佛寺里戴发修行的太妃都不如 陈宛如大受打击 在城墙上破口大骂 陈丞相跟四王爷却根本不理会陈宛如的谩骂 转而盯着被我挟持的陈太妃 你放了她 陈太妃也是硬气 对着四王爷喊道 皇儿 你莫要管母妃 为了你的千秋大夜 母妃死得其所 四王爷怒道 宋千千 你若敢伤我母妃 我必将你碎尸万段 我身后是四万精兵 能怕他们 我无所谓地笑道 哎哟 本宫好怕呢 怕你这个野种将本宫碎尸万段呢 陈丞相也怒目圆道 宋千千 我看你是死到临头了还大言不惭 你若敢动陈太妃一寸 本相定让你付出代价 我冷笑 陈太妃是先皇宠妃 因会乱之事被囚于佛寺诵经赎罪 陈丞相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难不成 与陈太妃行会乱之事的人 就是陈丞相你 陈丞相被我气得破口大骂 你血口喷人 本相与陈太妃 清清白白 容不得你这无耻小儿信口雌黄 我痴笑一声 高声道 是不是你心里清楚 今日你的这份紧张 众将士也都看得清清楚楚 陈太妃与陈丞相会乱恭为生下四王爷 玷污皇室血统 实为大奸大恶 这种不忠不义之徒 而等还要继续听命于他们 助纣为虐吗 听到我这话 又看到我身后的四万精兵 陈丞相跟四王爷身后的将士已经产生了动摇 城墙之上 孙衍高声道 众将士听令 而等都是朕的子民 为君者兼爱民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迷途之返 今日之事 朕可以既往不救 皇帝都这么说了 这些人自然不会再犹豫 纷纷放下武器 缴械投降 原本他们以为这场逼宫只是皇子之间的夺位之争 现在却知道四王爷压根就不是皇室血统 他们自然不可能再为四王爷卖命 我一把将陈太妃推给一旁的小兵 举刀斩臂高呼 活捉孙征 赏万户侯 众人高呼 活捉孙征 赏万户侯 见越来越多的将士不但缴械投降 还转头将矛头对向自己 四王爷孙征又急又气 他举起手中弓箭 嗖的一声 力箭直奔陈太妃的胸口 陈丞相大叫一声 一把推开孙征 不要 箭已经射出 如颈风破竹 插入了陈太妃的心脏 陈太妃惊恐地睁大了双眼 死死地盯着射向他的孙征 满脸地不敢置信 睁而 下一瞬 整个人倒在了血泊中 陈丞相吓得浑身一软 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抬手指着孙征 畜生 畜生啊! 孙征谋色阴沉 力声道 陈太妃会乱功为该死 本王是父皇的孩子 理应替父皇分忧 亲自将其射杀 说到这里 他抽出佩剑 举剑高呼 本王乃天命之人 孙颜狗贼到我皇位 今日本宫是顺天成事 继承先皇的大业 众将士听令 与我一起 杀掉孙颜这狗贼 虽然很多将士已经缴械投降 但坚决拥护孙征的死事也有不少 一时间 再次陷入战乱 孙颜站在城墙上高呼 开宫门 迎皇后 杀孙征 宫门打开 我在几名将士的掩护下 边打边退入皇宫 哪怕有死士忠心相护 孙征也只是强弩之末 被四万精兵跟两万禁卫军压着打 城墙之上 孙颜拉开弓箭 对准了孙征 一箭射出 箭血封喉 孙征回头 瞪大了双眼 眼睁睁地看着孙颜站在城墙 屹立于风头 一代帝王威严肃目 他自己却只能倒在血泊中 永不瞑目 这场由四王爷孙征跟陈丞相主导的逼宫终于结束 清理战场的时候 孙颜拉着我的手 从城墙走下来 看到陈丞相抱着陈太妃的尸体悲痛欲绝 孙颜冷笑一声 真是一对苦命的老鸳鸯 我问 要不要把他们两个葬在一起?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孙颜 你可别玷污了有情人这三个字 他们两个 配不上 说到这里 孙颜突然身体一斜 凑到我的耳旁 低声道 我们两个 才是真正的有情人 我 一回到昆宁宫 我就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热水澡 方蕊贴心地帮我捏着肩 还对我将他打晕的事情耿耿于怀 娘娘 您以后可不能再打晕婢子了 这是又不是没得商量 您但凡跟婢子商量商量 婢子也不用挨那一下子啊 我被他捏得舒服了 靠在浴桶上 闭着眼睛哼哼唧唧 嗯嗯 知道了 下次不打晕你了还不行吗? 轻点 方蕊 你的手劲儿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了? 好了好了 知道打疼你了 你也不用用这么大的手劲儿捏本宫啊 本宫补偿你还不行吗? 本宫这昆宁宫里的东西 除了凤印 你想要什么 随便挑两件 嗯 不对 方蕊的手怎么还往别的地方捏呢? 我猛地睁开眼 就看到孫衍一双烈焰的桃花眼正悠悠地盯着我 你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是正在处理逼宫的事情吗? 孫衍脱了外衣 也进了浴桶中 还发出了两声舒服的溃叹 啊 真舒服啊 朕早就想这么泡上一泡了 我赶他 这是我的浴桶 孫衍捉了我的手 放到他的腹肌上 眸光带着一点水气 浴桶是皇后的 可皇后是朕的呀 说着 他居然将我一拉 我整个人都撞进他的胸膛中 他俯身 嘴唇贴到我的耳朵上 而朕 也是皇后的 突然感觉好羞耻怎么办? 一个时辰后 我躺在床上困倦地闭上了双眼 孙衍却没打算就让我这么睡 他特欠揍地摇醒我 问道 你是从什么时候察觉到我跟岳父是在演戏的? 我闭着眼睛哼哼唧唧 翻了个身嘟囔道 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啊 送其送信的那一刻 我就彻底确定了 我爹就我一个独生女 我这个独生女还是皇后 试问他有什么理由跟匈奴勾结呢? 如果有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是你故意陷害我爹 可还是刚才那个理由 我爹就我一个独生女 她从十六岁开始跟随先帝打天下 要有谋反之心早就有了 何必等到现在? 所以 你故意陷害我爹的理由也不成立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你跟我爹是故意做套 想引蛇出洞 引孙征这条毒蛇 孙衍高兴地在我的唇上巴唧亲了一口 我的谦谦可真聪明 我冷笑一声 不敢不敢 要论聪明 你才是名副其实的大聪明呢 为了作戏做得足 让我吃葡萄 你还真是想得出来 孙衍凑到我的耳边 轻声道 可我确实想啊 滚 孙衍低低地笑了起来 陈丞相跟孙征 以及他们的党羽 很快就被孙衍一网打尽了 陈丞相被判斩立决 他的族人或是被流放 或是被贬为庶人 至于陈宛如 他跟他的族人一起 被贬为庶人逐出京城 孙征四王爷府里的人以及他的门生 或者被贬 或者被斩 自然有他们应得的下场 爹爹亲手将孙衍辅佐成一代帝王 也就放心辞官 带着娘亲踏遍我朝的大好河山 我与孙衍共治天下 可以与孙衍一样 自称阵 连百官上奏的奏折 都用陛下来称呼我 在我与孙衍共同治理的三十余年间 我朝百姓富足 君王安乐 国泰民安 四方朝拜 在孙衍六十岁这年 他将皇位善让给了我们的大儿子 与我携手山野间 用脚测量我朝的每一寸土地山河